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周末聊天时一直有朋友问 现在买Switch合不合适 有哪些游戏特别耐玩 或者贝姐系列极选1 宝可梦选哪个等等这类的 也算都是周经问题了 干脆我把目前Switch上的第一方 包括老任发行的游戏做个盘点 差不多有80款左右 其中大约9成以上我都玩过 边盘边简单聊一下 自己还有身边一群Switch机友们 综合在一起的推荐意见 这期主要是其中归纳下 老任目前在Switch的主要作品 然后用SABC分成四类 方便有兴趣的朋友们 能比较简单直接的有个数 这游戏大致什么情况 其中大部分我出过视频 要看具体介绍 可以在我的视频里 用游戏名字搜索 另外现在临近Switch这代新老交替 有很多想入坑的朋友们 会犹豫很正常 不过也正因为在这个时候 之前经典游戏的卡带 都陆续降到了不错的价位 所以你只要想买能买有时间玩 现在并不玩 新机出来还得先等价格稳定 这一大堆现有的游戏 还不够你爽很久 好了解释一下分类 S是我觉得Switch能体现 老任游戏特点和这代平台的代表作 里面除了有一款 身边朋友问我时 我得搞清楚 他喜不喜欢模拟精英养层 其他的都是你只要敢问 我就敢推荐 A属于在这些游戏类景和系列里 很值得去玩 只要你有兴趣就一定要试试看 B这档里也有不少 我觉得很不错经典游戏 只不过里面有些是 高精复刻重制老游戏 或者题材要看人 或者优化一般等等 参考下优缺点想清楚的再入手 C档大部分我不推荐 不过里面也有些主题比较特别的 比如这个 呃 事实上我认识的人买他的不多 但好友列表里 玩最久的一个超过100小时 后面5人也基本都在50小时以上 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 有些不一定适合大多数人 但也会说下供大家参考 啊 我们IIP和系列一个个来 老任家目前的五大天王里 矿野之息和王国之类的 论销量干不过马车吧 但如果有人问我他们怎么选 我毫不犹豫会推荐塞尔达 是众多Switch基友们心中的神作 MC97分足够说明 从媒体到玩家对他的一致好评了 包括后面的王国之类 新玩家上手这两款 只要稍微有点耐心 发散自己的想象力 不管是慢慢探索地图 还是一个又一个神庙解谜 在循序渐进的随着剧前 逐渐融入在广阔海拉鲁大地上 传奇冒险之旅 这两作中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王国之类作为续作 没况也当年的那种震撼感 MC均分低了一分 另外官方一早讲的 这作没DLC 后续扩展少了些 但它一同样好玩 二像潜在指引和填充逛图时的 玩法内容部分等细节上 比前作更完善些 三最关键的 这作在潜在基础上 也有了大量新的玩法创意 只要你想象力够 这游戏能完成塞尔达建造 地图加了天空和地底 能探索世界更加广阔 本作我肯定是放在S类 新玩家建议先旷野后王国 两部都玩 你不会后悔 无双玩法灾恶启示录 也很符合光荣特库魔家 打工皇帝的正常发挥 尤其战斗部分的可玩性 我觉得在衍生无双游戏中 算是不错的 但它的优化 特别是流畅度表现不算好 我放在B档 玩过旷野之息 对无双动作战斗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下个试玩看看 另一部早期同样是 无双玩法的海拉鲁全明星 和马则8的情况类似 是在围由原版基础上 加上全DLC的豪华版 游戏相对有点老 不过它的流畅度 要比《灾恶启示录》舒服多了 相比后者 它的剧情表现要弱一点 属于走无双化游戏常见的路线 本作可用角色众多 包括主要的传奇和冒险模式 游戏内容量蛮丰富 战斗系统设计也是正常发挥 整体可玩性不错 这款我也是放在B 当年围绕V体感操控玩法 开发《御天之剑》 Switch的HD版 同样主打用两只角抗体感来玩 这可不只是个噱头 本作的战斗和解谜 以基本全部围绕的体感进行设计 有的独特乐趣 也正因为这点 本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必须要说的是 Switch上天剑的操控 还是需要习惯下 体感有时不一定跟手 建议经常用Y剑回踪 虽然这版也可以用 纯摇感按键的操控 但会错过这游戏中 针对体感设计的内容乐趣 所以还是放在B类 芝梦岛原版是Gameboard时代的经典作品 这次新版的微缩景观画风 非常有特色 流程保持原味 也是传统阿迪塞尔达的风格 以机制类战斗和解谜为主 设计水准还是很高的 但需注意本作的内容量 按现代的眼光来看不算长 新版加入的自定义地牢 其实也扩充不了 太多后续可玩的内容 建议是喜欢老任 这种流程设计的朋友们 可以入盘卡带试试 放在B类 然后是马里奥的相关游戏 我可以讲 在去年经济发售前 但凡有人问Switch马里奥游戏 最推荐哪个 可以闭着眼睛讲码车 不是 肯定是奥德赛 3D马里奥游戏 除了几乎每代都能体现 老任当时的关卡设计创意 和高制作水平外 一大好处就是 它既有的传统2D马里奥的特色 难度寻序渐进 从头到底要过关并不难 但要全收集非常难 而且老任藏东西是变得花样的 绝大部分收集 都有着不同方式的挑战 关键3D马相对更容易 让广泛的玩家们得到游戏乐趣 奥德赛又是目前3D马的 极大层之作 各个舞台都有着不同的主题 和大量的内容等着你去探索 除非你对马里奥游戏不感冒 这游戏收集上必玩 而作为传统横版马里奥 最新做的惊奇 最厉害的就是 它在80年代初到GTN分的 2D马玩法基础上 又整出了新的创意 而且这一代也很容易 被普通玩家们接受 惊奇花让每个关卡 玩着玩着划分突然一变 随后就像喝高了一样 进入既符合美观主题 玩法又不一样特别桥段 线上环节特别热闹 能和其他玩家们 互救和互相提示 哪怕一个人玩 都有点聚会游戏的热闹感 收集环节当然是 老任的正常发挥 绝大部分都藏得很有意思 本作放在S类 想玩马里奥游戏 奥德赛和惊奇必推 新玩家想尝试的话 建议新奥后惊奇 当今游戏界两大未解之谜 到底谁还在买GTA5 跟谁还在买马车8 这游戏当然很厉害 别把它当一款卡通划分 竞速游戏来看 马车8实际上 也是老任这个系列级大成 从赛道设计 到不同角色车辆组件的搭配 和比赛中不同位置的优劣式 以及对道具 甩尾等机制的灵活运用 本作的上限和下限都非常高 往下只要打开自动功能 小孩子都能跑全程 往上去多打打线上 马车8能完成硬核格斗游戏 很注重熟练度与细节的操作 而且它本身也有着许多模式能玩 后面出了共48条赛道的DLC 即使没买 也不影响你线上玩到 本作我放在S类 Switch版3D世界 在原来VU版的基础上 加了个和本篇玩法 分隔不同的狂怒世界章节 这一作的特点是 它介于3D和2D马之间 既有着传统横版 马里奥的关卡紧凑感 同时3D化的关卡设计 使得收集和过关 游戏乐趣也接近3D马 这样讲 旌旗发售前 3D世界是我在Switch上 除了奥德赛外 最推荐的马里奥游戏 不过现在有旌旗的 本作我放在A类 如果玩过奥德赛和惊奇后 你觉得意犹未尽 3D世界强烈推荐一试 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有豪华版 看到这后缀就知道了 本作是VU原版 加上DLC 和新内容后的强化完整版 一度也是Switch上2D 横版马的代表之作 因为它整体还是比较偏 传统马里奥那种难度和乐趣 以往我要啰嗦下 关于它和奥德赛 或者3D世界相比 新玩家需要注意考虑的地方了 不过现在因为有全方位更新 更容易被现代玩家接受惊奇 本作放在壁垒 要入坑 优先推荐奥德赛 惊奇和3D世界 要讲横版马里奥中 什么关卡最难 那还得看马赵2的下一关 这游戏最大的特色 就是线上有着广大高手们 制作的各种关卡 从平台跳跃 竞速跑酷 到解谜创意和各种音乐 半自动自动图无穷无尽 线上永远有下一个未知的关卡 在等着你 在之前大版本更新后 本作可玩性进一步增强 马赵2的难度可以自己把握 单人玩是自娱自乐 多人又是另一种互坑乐趣 同时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关卡 要讲缺点 可能就是玩这个 基本必须得有Switch online会员了 放在A类 作为系列35周年纪念石 老任推出了3D收藏集 收录了《马里奥六四》 《阳光》和《银河》 这三部经典的3D作品 以及对应的原生音乐 因为都是比较有年头的旧作了 而且只有菜单中文 游戏内没中文 这款是纪念意义比较大 不过银河这代我很推荐 一个个星球舞台 和围绕重力设计的机制 再加上交响配乐 让这一作有一种 独特的乐趣和浪漫感 3D收藏集属于情况 比较特殊的那种 个人放在壁垒 Switch上《马里奥派对》两作 属于在没明确偏好的情况下 适用范围可能最广的 合家欢迎游戏了 《超级马里奥派对》和《超级巨星》 两款都有棋盘和小游戏模式 并支持最多私人和线上 前者的特色是 很多小游戏 支持体感或通过HD震动来玩 有的大家合作激流涌进 体感加上节奏和适合亲子的模式 还有个别游戏 可以两台Switch屏幕拼起来玩 所以花样多 我觉得更适合家庭 或不怎么玩游戏的亲朋好友 同事等聚会场合玩 需注意本作只能用Joycon 《超级巨星》的特色 是收录从N64到V游戏系列 各代的经典小游戏 它可以通过所有Switch能兼容的手柄来玩 因为基本都是方向 加上很简单的按键 上手当然也没什么门槛 这两作我都放在A类 试用情况前面讲过了 二选一的话 比较推荐超级马里奥派对 马里奥高尔夫 网球和激战前锋这三款 都是马里奥家庭体育题材 虽然玩的乐趣上 和正常的该类主题游戏不一样 但还是建议考虑 他们的前提是对这些运动感兴趣 其中激战前锋 因为高度绑定线上环节 本地内容几乎没多少 而且它上手的门槛相对更高显 高尔夫和网球 虽然后续可玩性也是在线上 不过他们相当于是 有的摄像头的实体卡丁车玩具 加上可拼装赛道 采用AR玩法的马车屋内巡回赛 是盘到目前为止最特殊的一款 这个是论外我没放到分类列表里 因为与其说是游戏 它正耳八经 更像是个能通过Switch玩的玩具 但要注意 这游戏对房间的大小要求可不小 不过现在价格降下来了 买套做收藏也不错 超级马里奥RPG和纸片马里奥折纸国王 我都放在了B档 两款按大类来讲 都算是马里奥系列的RPG作品 但各有各个特色 前者作为当年操任原版的强化重制 既有的马里奥系列的独特氛围 整体可玩性也还不错 就是原版年代比较久远 整体玩的会有些怀旧 流程也不算长 想试试换种口味的马里奥游戏 我比较推荐更新的折纸国王 这游戏主要问题是常规战斗 打多了容易叶 但划分和流程做的很有意思 另外还有部蛮经典的 纸片马里奥千年之门 今年会在Switch推出新版 马里奥威斯大金刚 是当年GBA原版彻底重制 加入本地双人游玩和新的关卡 首先这游戏的玩法 并不像常规马里奥或大金刚游戏 算一直解谜这张平台动作 主要考验玩家通过观察和尝试 找到当前关的解法 然后再加上一点熟练的操作 其次这游戏 别看开始几关 简单到让人可能会怀疑是儿童像游戏 越往后难度会明显增强 而且一周目打完只是开始 后续解锁plus和现实观 会带来新的机制和挑战 其实本作的可玩性不错 但类型在马里奥这队游戏里 也算比较特别 所以放在B岛 讲完马里奥 接下来的系列 我们有请人见人爱的粉色小恶魔 顺带一提 卡比咖啡厅的几乎所有蛋糕都很好吃 探索发现是卡比系列 首款3D玩法作品 关卡和隐藏原说探索乐趣更加丰富 而且卡比的几个新变身形态 比如卡车自动售货机等 不但看着可爱 游戏中的玩法也很有意思 要注意的就是本作的30帧 以及虽然能双人玩 2P玩家参与感一般 不过有的新乐趣的探索发现 还是放在A类 另一款V豪华版 我也放在A类 别看又是旧座的强化版 但首先它的关卡设计水准不错 至少在Switch目前的卡比游戏中 可能代表传统横版卡比游戏的特色 新增加的部分 包括小游戏等 又进一步吩咐了它的内容 另外本作可以最多四人游玩 而且都可以选卡比 这样参与的大家 既不容易影响体验 还能利用不同的变身能力配合过关 所以这座能单人 也能当个聚会游戏 在部分场合中适用 所以就像早期出的星星同盟 和未豪华版一样 也是传统的横版玩法 而且它是新作 但内容量和单机的乐趣相对要差一些 并且它在流程中只有30帧 横版卡比二选页更推荐未豪华版 所以星星同盟我放在壁垒 以上三款卡比游戏都有试玩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先体验一下看看 当年被老任突发式上架的卡比斗士2 虽然知名度和体量都相对不高 但制作水平还是OK的 游戏玩法有点类似大乱斗 最多支持四人使用不同的能力 以及利用场地打败对手决出冠军 喜欢卡比和动作类玩法的朋友们可以考虑 卡比的美食节重点是在线上对抗 主要玩法有点类似糖豆人 特色是美食元素 加上类似马车机制 落后的玩家也有机会翻盘 并且配合卡比的各种变身和能力 这两款卡比衍生游戏我都放在壁垒 新玩家入坑卡比的话 主要看下探索发现和V豪华版就行了 第四个大系列 尤其网上争议没停过 现实销量没输过 一直被借鉴从没被超越的 游戏界撇钱之神宝可梦 如果有朋友想入坑 其实宝可梦很简单 目前Switch上最值得新人考虑的 基本两款 阿尔宙斯和珠子 前者优化表现明显比后者更好 画风也很有特色 我放在A类 但它的玩法系统和宝可梦系列正统作品不同 所以一般我更推荐珠子 肯定也是放在A类了 但一定一定要事先了解 珠子虽然单击主线不凡 在Switch的几款正作中算很不错了 不过优化反一反 建议想尝试的朋友 一是对它的流畅度和各种小bug 先有个心理准备 其次至少了解下宝可梦的收集和对战 看一下这代主打的宝可梦自己喜不喜欢 我觉得这些是它最主要玩点 不要对剧情抱太大的期望 剑盾也是A 最主要是因为它后续的计票 进一步扩展了内容丰富性 但正常情况下 新玩家要选一个 这代就先不用考虑了 而Let's go皮卡丘一部 则是玩法比较特别 主要是体感尤其配合实体精灵球 抓宝可梦很有意思 也算是图像比较特别的一部宝可梦了 珍珠钻石的复刻版 虽然原版主线流程很不错 但这版主要还是面向情怀玩家 或想体验老版流程和剧情的系列玩家 这两款我都放在B类 宝可梦随乐拍 做了类似在主题公园的不同场景区域 坐着轨道游览车去拍摄宝可梦 它们的生态和动作 怎样抓拍到好看的照片 和不断解锁新人数是主要的玩点 我放在C类 大侦探皮卡丘简单概括下就是 如果你喜欢黄浩子并且有闲钱 其实有闲钱 我建议直接买周边更开心 它和水乐拍都更偏向只共像一些 不管怎样 本作的玩法包括推力和解密 都其实很简单 更多时候感觉就像在看一部动画电影 还是画质不怎么高的那种 我也放在C类 属于很喜欢黄浩子 才可能会一冲动去考虑的游戏 宝可学也算是系列衍生 不过这游戏的完成度不错 本作包含故事和对战玩法 玩过格斗类的朋友们都知道 故事模式基本上就是用来熟悉操作和系统 长期玩都还是靠对战 这个游戏最大的问题是没中文 这也是我把它归到B档的主要原因 如果下一部系列作品加入中文 相信会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大金刚系列正统作品 Switch目前只有一部热带动机 这游戏没中文 不过毕竟是经典横板平台跳跃类 基本上对游玩没什么影响 热带动机的关卡设计很有水平 要注意的是和二迪马情况有些类似 甚至更明显些 不常玩这种类型的朋友 得熟悉它的机制和操作后 才更容易获得玩的乐趣 所以我把它放在壁垒 今年晚些时候会登陆Switch路易的鬼屋2HD版 是3DS上的强化遗址 而之前的三代则是系列目前最新的一部 如果你会喜欢游乐园鬼屋的氛围 加上任期关卡设计和收集要素 这座我蛮推荐事实 故事模式支持最多两人一起玩 还有本地四人的聚会模式 和线上PVE的多人爬塔玩法 游戏后者也算是扩展了后续可玩性了 而且有着一定的难度 要是有朋友们一起联机 大家分头抓紧时间探索场景 或互相进行救援 场面还蛮热闹有趣的 本作我放在A类 有的一堆小游戏的瓦里奥制造系列 搞怪的风格 配合快节奏考验玩家瞬间反应力 和操作的玩法是主要特色 Switch目前有两款新作 先出的分享同乐 主打每个角色不同机制和多人环节 我自己更推荐后来的超级舞动 这座虽然多人部分 也占了整个游戏的不小比重 但更有传统瓦造的风味 特别是他充分运用了 Switch CD Joy-Con的功能 从围绕体感设计的各种姿势 到HD震动 红外摄像头 甚至还运用到了碗神 模式的花样上更加丰富 而且多人玩的话 因为本作指引很友好细致 也非常容易上手 作为二选一页 我推荐这个 分享同乐则放在C类 到现在为止 大乱斗依旧是我Switch上玩的最久的游戏 它看得像情怀或粉丝像作品 毕竟从老人自家 到其他厂商 一大堆经典作品主要角色 将来每个都有三种变化 相关场地和场地效果 还有一大堆的道具和详细的资料 音乐库以及各种模式等 讲它是个游戏小型博物馆 一点都不夸张 但其实大乱斗 无论作为一款机制 有点特别的格斗 或是没事就拿出来玩几盘 耐玩型单机加做都没问题 前者因为它上下线很高 游戏中除个别外 绝大多数人物不用搓糟 选个不容易调出场外的场地 在设定下规则 小朋友们都可以打得很热闹 而如果你喜欢动作类 或传统格斗游戏 上手后就会发现 它的动作机制和细节极其的丰富 而且平衡性做得很好 绝对不输任何经典格斗系列 关键线上对战热度也极高 虽然格斗类都靠对战 来延长后续的可玩性 但大乱斗因为人多 场地多 道具多 规则多 模式多 可挖掘性又强 能算同类型力 单机可玩性最强的一个了 我放在S类 健身环大冒险 是我觉得老任在Switch 把体感创意玩法和传统游戏乐趣 结合得最有意思 还很实用的一部作品 只要有块不用很大的场地 每次花个30分钟左右 既能玩 还能驱动你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这款我放在S 算是同类里很有创意 并且完成度高 非常有代表性了 但一定要讲清楚 它的类型也比较特殊 主要是跪在坚持 我Switch好友列表里 最高是玩了120小时 后面5人全在90小时以上 连续Wi系列的Switch Sports 则是体感节和大部分 都是传统运动的玩法乐趣 它的特点是上手不难 但细节操作不少 无论本地和线上多人对抗或合作 还蛮有意思 就是长时间玩的话 因为总体在项目上不算很多 后期会有些单调 我放在B类 世界游戏大权51 顾名思义收入了 来自各国的51款经典桌面游戏 特色是拟增感很强 而且教学做的很细致实用 但也因为是这种主题 它的针对和局限性都很明显 主要问题是线上连机并不太好用 而且也没有国内一些常见的棋牌游戏 所以我建议会考虑的朋友们 先了解它包含这些游戏内容 如果主要是一个人玩 或有同好朋友一起 才可以入手和实体版 本作放在C类 Switch上一读之刃三部曲 是老任这边的日式RPG代表阵容了 之前我出过期专门介绍系列入坑的视频 概括来讲就是虽然每代都能独立玩 但它们连在一起是个完整的故事 新人入坑我建议一二三代按顺序 包括二和三的大型资料片 也是先本体后资料片 不要穿插的晚 不然三代和资料片打完能剧透你一脸 初代决定版是老版彻底重置 向上新的后日坛章节 流程内容量比后两作要少 支线也没后续作品好玩 但这代首先和后续作品 尤其是三代有一定的关联 而且剧情和人物刻画也比较特别 二代因为是Switch早期日式RPG游戏里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 而且因为限定地区中文等原因 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几位主要角色的人设 也吸引了众多玩家们热议 这作的可玩性内容量还非常丰富 战斗系统一旦熟练后能打得很爽快 但它也有三个Switch日式RPG玩家圈 基本人尽皆知的毛病 部分场景的画面很糊 尤其在掌机上看 和地图指引做的不好 个别时候找路只能靠攻略 还得是视频攻略 光放当图片你依旧找不到这个地方在哪 第三点是因为战斗系统很复杂 教程拖得太长 不过因为能选难度 而且后续可玩性强 这点其实还好 总体来讲二代有缺点 但特点也同样明显 只要喜欢日式RPG又画风看了对眼 这作很值得一玩 三代作为三部曲的玩节 加上资料片 设定和情节上承接前两部 最关键是这代系统终于很人性化了 战斗和二代算是各有特色 也延续了配乐很赞 并且游戏中有大量播片传统 三部曲我全部放在A档 总之喜欢这类型的朋友们就别硬挑一个了 一和二代的卡带 由于种种原因价格现在很实惠 三部曲当然是全玩一遍才约满 银河层类型的开创者之一 密特罗德系列在Switch上有两部 一个是横版玩法的传统系列新作 生存恐惧 另一个是3D玩法的Prime系列初代复刻版 别看一新一旧 这两个在Switch的银河层类里 都是高水平的存在 居然横版和3D玩法看的差别蛮大 其实两作无论流程中 包括探索解谜 平台跳跃和战斗步伐 制作水平都很高 尤其没玩过Prime系列的朋友 如果你先玩生存恐惧 尝试Prime时很可能会感叹 原来3D玩法 也能有这种原汁远味的密特罗德风格 两作的优化表现都很好 生存恐惧在后续更新了 简单难度和这种Rush模式 Prime则需注意 因为它的玩法 容易因3D的朋友们渗入 这两作我都放在A类 喜欢迎合成类的朋友不要错过 奇诺比奥的玩点 和前面讲的 马里奥威斯大金刚有些类似 同样是观察将要观察机制型解法 它的特色是运用立体的场景和视角 在关卡中巧妙加入解谜和收集 这作没中文 但影响不大 我放在B雷 算是一个类型相对小众 但很有特色 值得一玩的小型作品 药西的手工世界 也是款很能体现任系游戏特色的作品 开启翅膀模式后 难度大幅降低 适合像家庭朋友之间娱乐玩 而正常难度下 游戏中后期是有一定挑战的 寻找收集品又是另一种乐趣 还有药西可爱的形象 和手工场景的童趣氛围 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后续可玩性相对一般 所以本作放在B雷 由白金工作室制作一决锁猎 因为贝姐3 这之后过了几年才发售 它也算是早期Switch上 3D动作类很热门的一款新作了 除了漫画家贵政和负责人设 本作概括来讲有两个特点 一是为了扩充玩的内容量 游戏流程分为场景探索和战斗两大环节 这部分见仁见智 有些玩家觉得影响节奏 但不管怎样 战斗肯定还是重头戏 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的一控二玩法 刚上手需要适应一下 除了以后 这座的动作环节毕竟是白金出品 战斗系统和手感反馈是很到位了 本作最大的问题其实是30升 对动作类来讲并不算理想 不过它这套系统包括完成度 还是蛮有特色的 我放在A类 接着应该就要讲贝姐系列了 早期一直到Switch前两作 现在都已经有了中文 其中作为系列起点的一代 游戏老归老 流程设计和动作系统完成度 还是相当高的 但毕竟看得太有年代感了 我放在B类 二代无论画面观感和流畅度的综合表现 和关卡设计的多样性上 比起之后出的三代也不遑多让 要讲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主线流程并不长 这也是传统ACT类游戏的通病了 三因为是更现代的新作 围绕增加流程内容量上 省了不少新火 除了加入新的系统 和有着不同战斗特色的可操作人物 关卡玩法的花样上也明显更多了 但这一作因为机能限制 优化上的表现相对二代略差点 目前贝姐的三款正统作品中 选一个的话我更推荐二代 建议是先二后三 这两作我都放在A类 《贝尤妮塔》起源 则是款从划分到玩法 都和前面这三部截然不同的衍生作品 游戏讲述被解童年史和小财猫 并肩冒险的一段故事 配合音画氛围就像是不同话绘本 它的特点是Joylecon和手柄两边 分别操控两名主角 探索解明和战斗都围绕这一机制进行配合 正常担任玩是一种一控二的独特乐趣 而如果有玩伴 两人分别操作才正好能合作 打斗时的手感反馈也很到位 算是有特色也比较精致的一部作品 内容体验啊这类型也还可以 但毕竟是系列衍生 我放在壁垒 Arms是老任配合Switch能拆下两边Joylecon 并且还分别内置体感功能开发创意格斗游戏 它也可以用摇杆按键正常玩 但双手各握的一边Joylecon 做出出拳防守和摔头等操作更有意思 这游戏的对战实际上是有着一定的口挖决性的 我认识的朋友们买这个 基本都是为了聚会时玩 而且现在Switch真要玩硬核的格斗 已经有大乱斗了 所以我放在B类 脑锻炼和灵活脑学院我都放在C类 这是两款玩点特色和风格不同意志类游戏 正常情况下除非有朋友特意问 好像也从来没人问过 反正我是不会主动提到的 因为它们并不同于常规游戏 属于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适合专门想找个这种类型意志游戏来玩的玩家们考虑 玩图Switch和大家一起玩图Switch的情况也有点类似 这两款都是且只有多人玩法 前则简直就是老任用来推敲Switch的聚会属性 和Joycon的功能特色 特点是甚至可以不看屏幕 只听声音也能玩 但内容量和限定的用途来讲 它的定价偏贵了 关键是后来Switch上这类型游戏 从传统到创业的玩法 还有从高到低的价格 有很多很多能学 而大家一起玩图Switch 除了带来更多新的聚会小游戏 并且能把它们串联起来 这点在实际场合中是很必要的 还有个特色 就是可以很简单通过手机操控 实现最多99人现场一起加入同乐 但对大部分玩家没什么意义 所以两座我都放在C类 弥陀邦好玩的地方 是可以自己捏脸 或引用别人制作好的秘人物形象 游戏中几乎所有的角色 从主角团NPC到反派和杂兵 都能换脸和取名 所以可以把自己认识的现实或虚拟人物 带入到这款像舞台剧一样 特殊RPG世界里 也算是个很有创意和独特趣味性的游戏了 但反过来讲 它的玩点毕竟和一般RPG游戏不同 真要讲玩的那部分 游戏系统和内容量就是另一码式了 算是款特色小品 我放在C类 漫威终极联盟3 是由光荣特库摩加的仁则主开发 老任发行的漫威题材动作RPG游戏 它的特点是陆续解锁 将来DLC的可操作角色不少 你要是喜欢这些人物 本作又正好能玩进去 这游戏其实还蛮干的 另外它可以最多私人合作闯关 但这游戏比较偏粉丝项 而且优化表现一般 我放在C类 侦探俱乐部是文字推理类 先讲结论 我觉得只适合收藏型 或玩过老版情怀玩家考虑 它的意义是把当年老版彻底重置下 虽然画面看得很新 但故事题材太有年代感也就算了 关键是玩的部分和现代同类没法比 而且流程太短 里面两部游戏消失的继承者 站在身后的少女 我全部打完大概用了7小时左右 所以放在C类 Switch早期我相信很多玩家 都想用它来玩RPG 而且那时P系列上Switch还压根没影 所以从围由搬过来的幻影音纹路 我一度吸引了大家注意 作为日式RPG来讲 它的迷宫设计和战斗系统 其实还蛮有意思 就是高中生偶像 将歌舞表演的主题会比较见仁见智 而且现在Switch除了前面讲 一刃三部曲 P5R P4级 八方旅人2等等 综合来讲表现更好 同类作品早都有了 所以我放在C类 对了幻影音纹路的卡带很便宜 要是Switch上热门的RPG都玩过了 也可以考虑下 认规券只要自己愿意 换什么都行 唯独不要换这个 因为可能是全新卡带里 最便宜的回转寿司 前几年曾有过28块包友 这种能卡带起家一的白菜价 其实这游戏倒真没差到 人神共分的 跌价都没人买的那种质量 但在国内确实很冷嘛 而且也没中文 虽然影响不算很大了 本作我就不放到列表里了 它这情况 现在估计只有想列起的玩家们 才会去看一下 箱子男孩和女孩 是老任的又一款 一只剪谜类游戏 虽然划分看得很简单 整体的流程设计质量 和剪法创意上还是不错的 价格也还好 算是小二有特色的一作 我放在B类 集合拉动森就是本期开头讲的 SLady有朋友问我 我得先搞清楚 他爱不爱玩 模拟精英养成的那个 因为这游戏的情况 还真的有点特别 首先他发射时 正好遇上疫情那时候 Switch主机和动森这作 因为他们的特色 两边相互推进 一度都成了当时热门 一方面在老任的 高销量主流系列里 动森肯定算是 玩点很特别的一个 换句话讲 就是销量虽然很高 但他还是比较挑人的 不过另一方面 如果你有耐心 多少了解过一些动森特色 那这游戏绝对是 耐玩细水藏流行 我好友里最高是 4500多小时 这个比较夸张先不算 后面四个全是 1000多小时 第五名也有850个钟头朝上 他算是老任 把模拟精英养成的 一堆玩点 结合自家游戏理念 然后通过富有个性的 小动物 时间制 社交等元素 创造出一种 有着独特游戏乐趣的 模拟生活感 烹射暂时 因为此前二代 在Switch上口碑 和很长段时间 众多国内玩家 顶着没中文的麻烦 也一路玩下来 所以当加入了 中文的三代发售时 Switch机友圈 也一度很沸腾 不过很快 这座的联机稳定性 就成了个大问题 我毕竟Switch这么多年用下来 玩联机游戏 用加速器 已经成了习惯 但即使自己不掉线 也会遇到队友和对面掉 概率是要比二代高的 所以我放在A类 因为它依旧是款 很好玩 而且耐玩的游戏 但入手前 最好用加速试下 比如玩大乱斗路人局 稳不稳 三代相当于 大型教学官的英雄模式 可玩性很强 不过无论如何 喷射系列的主要内容 是在线上 确保自己的网络 玩它没问题 是先决条件 Switch上有皮克敏系列 之前的三部正统作品 和最新的四代 其中一和二是后上的 有合计卡带 我放在B雷 其实这两作 游戏质量是不错的 但划分和一些系统机制 因为年代原因有点老 关键是如果新玩家入坑 我建议是直接先玩四 更容易被现代玩家们接受 要是你喜欢上了 皮克敏独特的玩法 再是三 最后一和二 这个系列采用 类似即时策略的操作机制 结合老任特色流程设计 游戏基本思路 是通过陆续获得的 各种类型皮克敏 去一步步解锁 有的不同主题相停式地图 选择和灵活运用皮克敏的特性 展开探索和进行战斗 同时收集要素也是一大乐趣 三代Switch版是在 VU原作基础上强化完善 和包含后续DLC的豪华版 四代作为多年后的全新续作 观察内容的玩法丰富性 进一步扩展 而且系统和难度也更人性化了 这两作我都放在A类 二选一和想试试看 入坑该系列的话 都更推荐从四代入手 你才我剪卡带是包含DLC的Plus版 这游戏特别是在Switch早期 也算是个很能体现 这代平台的特色 主打多人配合也能护坑 游戏机制和解法很有创意 而且绝大部分关卡没有唯一解 能开脑洞变得花样过关 再加上需要同伴配合 乐趣一下子就扩大了 但据注意的是 它因为重点不在操作上 所以很多关卡知道解法后 也会失去新鲜感 本作我放在B类 干的漂亮是款带点恶搞 黑色幽默感的意志解谜游戏 玩家以公司员工的身份 通过各种开脑洞的方法 来完成工作任务 从来一步步的提升 也是个比较有特色的小品级 没中文但影响不大 或放在B类打折时可以考虑 先后在Switch上发出的 风花雪月和Engage 是老牌SRPG火焰文章系列的 两部正统续作 并且风格和玩点重心上不同 除了划分是一目了然的不一样 风花雪月的学院日常养成 剧情和恋爱部分比较突出 有多条主线可供体验 Engage强在很有系列传统风味 并结合新要素的战斗环节 介质系统除了战术功能 因为有了一众经典主要角色们的加入 并且有他们特殊关卡 让这座还有的很强的情怀感 我都放在A类 二选一的话建议先看划分 考虑自己想玩侧重点 按喜好选就行 Switch上火焰和萨达一样 有两款无双化衍生游戏 其中新的风花雪月无双 优化表现是大致保持在40分左右 Switch上比较新的无双游戏里 流畅度算是不错了 其次是有的一些原作特色系统 但注意这部剧情有不小的争议 另一部早期的火焰文章无双 和之前讲的海拉鲁全明星情况类似 出得早 但可以用60层流畅进行战斗 这一作要注意的是剧情相对存在感不高 而且很多人物动作模组重复 加上后期刷刷的模式 就比较容易觉得单调了 这两款我都放在壁垒 搭档任我是款分隔挺明显的 文字冒险类作品 主要特色包括它的划分 漫画封禁的过场演出 和主角团的人物刻画 故事主题并不复杂 比起现今比较主流的 用核心轨迹在中后期来个今天大反转 这作剧情更接近王道那种 我放在壁垒 Switch上如果想玩AV集 不在意划分比较老的话 优先推荐逆转裁判123和456这两部合集 附带导航第一次的游戏程序设计 又是个很特殊的游戏了 本作主题就是让玩家通过课堂模式和引导 一步步掌握它提供的各种互动触发 和衍生的变化等等 然后在自由编程模式结合更多要素 去尝试制作属于自己 既有创意又有趣味的游戏 看起来还蛮有意思 但实际上本作的扩展性乐趣并不高 我放在C类 虽然实体和数字版价格还行 感兴趣的朋友 建议还是先体验一下试玩看看 最后还有个把原版在NDS和V上 发射的系列两部剧情解谜游戏 这次用合集的方式 年初刚登陆Switch的意思的代码回忆录 本作我一直没玩过 所以不放进列表里了 欢迎玩过的朋友们补充下感受 以上就目前Switch上 老任第一方和发行的作品盘点 完整的分类图片 我会发的动态 一加之前节目参考 更客观点的 可以看我置顶动态Switch游戏分类推荐表 本月我也会找时间再更新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